我現在正式宣佈參選下一任行政長官 過去四年半 我致力協助行政長官 落實這些行之正道 穩中求變的政策 深無異用 在扶貧、安勞、坐躍、工作的力度和成效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好的政策當然應該延續 下屆政府必須在打好的基礎上 繼續推行一些以人為本的民生工作 如果現任行政長官是會競選連任 我是一定不會考慮去參選的 我不覺得我們這次 無論哪位去參選行政長官 是要以批評現屆政府為基礎 我只能說 每屆政府的施政 都不是盡善盡美 如果要沒有爭議 或者不被人批評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不做事 但恐怕這個不做事的態度 不是我圍觀的態度 我每天上班 我都希望能夠多做一件事 我們希望在這次的選舉中 大家可以比較正綱 大家也可以認真考慮幾位人士的 所謂過往工作的表現 就是由2000年開始 或者更加早 我是擔任了 在庫務局 擔任了財務委員會 坐在財務委員會主席 隔離代表財政司司長的位置 當時很多的議員 包括民主派議員 都認為我是一個很有得談的官員 但剛才林太說了 他有30年的公務經驗 我絕對相信 他是能夠勝任 出任我們下一屆的行政長官 我絕對相信他 是能夠繼續守護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為23條立法是我們憲制的責任 所以任何政府都要審時度勢 良好管治都反映在管治的班子 下一任政府的管治團隊 是需要注入一些新血 最後我必須感謝我的先生 和兩個兒子 在過去短短一個月 他們都要從擔心我的體力 能否支持而嘗試勸退的立場 改變為背後支持我參選的最大動力 成員